嗨,今天小伙伴们,我们今天就来看两盘非常精彩的身份局 那么因为今天是周末嘛,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那么第一盘这是什么鬼啊,这个标题我就不读了 省得那个什么,你们都懂的 第一盘的话用了这个左词 左词的话,看有什么话声啊 看一下左词的话是这个,还可以哦 回合外用这个称相,回合内可以用这个无意 加上这个无意这个技能确实比较强的 好,我们看一下啊,这个黄中这么高,觉得他是坏人的 他是把那个牌故意搞,他让鲁肃撸牌吧 我感觉是,我感觉黄中不是什么好人 他就是为了坑曹操的嘛,我感觉这个是反,这个 我也给他标个反贼啊 你没牌,你把牌全部用上,你摆明着你要坑那个曹公的嘛 好,那么乱五杀,看一下啊 杀我们不怕,因为我们可以撑香的嘛 看一下这个,哎呦,这个牌 真悲剧啊,咱又不是化身的美,没个张杯,对吧 好,那么鲁肃的话,杀一刀 好,这个假许没有搞他,也定反吧 那么其实啊,这一盘,那个标无所谓了 因为咱们是有这个无意啊 这个有这个无意的化身 这就是这么恐怖的 好像现在这个已经奔袭是五了 好,这个杀,那么这个让我们还是给曹操过了一下牌 当然开局的时候我们肯定是帮人家打 那么直接打掉,哦,这一下很恐怖的啊 然后关键在于现在这个奔袭已经完全可以奔袭全场了嘛 所以这个杀伤力是非常非常高的啊 好,继续啊,火攻,火攻也可以奔袭的啊 那这样一来的话,这个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 好,直接来 关键在于是那个鲁肃的话 那个捞也捞不过来了 鲁肃的话,那个黑,这把鲁肃是个忠臣 那不管他了,他们这些人瞎打 大家要拉黑就拉黑 反正这把是咱们的这个能力的嘛 好,顺手牵羊 那么因为大家看到没有全场在我们手上连路来了 好,那就这个,对吧 不管是生活里面怎么样 咱们都是要有这种气度的啊 对吧 这个就这么强 你有什么办法呢,对不对 这个其实我们这个过牌量 过牌这个质量其实都挺一般的 你看看这么多闪的嘛,没用了嘛 那么直接来 哇,这个时候我们还给曹操 你这是不是太那个,你是内阶内阁 那个,我感觉这个给曹操 你难道当然考试,不是考试啊 说错了,这个这个这个啥 这个实战里面你可能没有想到 能一波把他们打下来吧 那早知道这样肯定不给曹操够牌了 但这个够牌非常非常大 这个那没有办法了 其实我们这个牌 其实你说出来也挺也挺一般的 但是那个,还有这个有这个啥 这贾许有一个这个人王墩比较讨厌啊 这人王墩比较讨厌 那么杀,那只能这样杀了 因为那个 呃,那个贾许那个有人王墩嘛 好 啥,哦,不用不用 哎呀,我搞错了 哎,错了,错了 啊,向粉丝们抱歉啊 这无意可以无失的啊 我搞错真是想多了 真是啊 哎呀,道歉道歉道歉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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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 他那个是可以无视防具的啊 你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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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就不是那个什么问题 哦,这一下 可惜没有一波打下来 但是没有一波打下来 我估计也那个 我估计也差不多了 没有一波打下来的话 因为现在这么好的一个状 哇,这时候你还打家许 这时候的话明天打我们呢 你把这时候的家许 也跟我们打 怎么可能打得过呢 我操作这门头了 这盘有点相对来 有一点那个 就最后他没有一波打下来 但我感觉就算我们一抽二 也打得过的 咱们这么好的状态 又有这个左词 一抽二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这盘主要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啥 他这个即便化身到五一 也非常非常强的 好,我们看一下第二盘 第二盘就是经过了漫长的苦战 这盘的主角 是我们以前的主视角近将元素 因为现在这个形式价 武将强太多了吗 所以元素在的话也没有什么了 所以这个游戏只能这样 另外这个元素 这个皮肤还可以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元素 当然我现在很久没看了 我感觉这个动态 这个还可以的 好 然后是操职 那么离一下 离这个貂蝉 貂蝉是反贼 大家看一下技能 大家看一下技能 这个戒貂 戒貂蝉这个技能 其实还是比较简单 就是说你回合 如果结束了 如果没有牌 你可以摸两张牌 所以这个时候貂蝉就可以把最后一张牌 如果可以把最后一张牌 离剑离出去 然后那个 那个那个啥 他那个 你就可以摸两张牌了吗 好 曹仁是反贼 但这个曹仁是那个栗战的曹仁的 栗战的曹仁 左辞是这个奇袭 感觉这把反贼交变可以 我们现在祈祷 这个是钟 我们就祈祷沙漠哥是那个 是自己人 如果沙漠哥要是反贼 就真的有点越来越来不好 他这个也可以过牌的嘛 看一下无言 这个无言 防防御力还行吧 看一下九啊 杀盯着这个操人打 可以因为这个进卡局嘛 你刷不到闪很正常的嘛 好 看一下沙漠哥 沙漠哥无中生有 看一下啊 这个 他怎么打 好 是有性啊 哎呦 他真是 真是反贼 就有点这个 这个 这个麻烦了 这一下的话 他是反贼 那么现在来说的话 孙权 貂蝉 现在 呃只能打掉 上我想说 这个这如果够到那个 如果够到曹仁的话 可以 抵那个曹仁为这个突破狗 他现在反贼这边都是比较残的 好漂亮 这个九杀中的可以啊 就算打不死 我感觉可以消耗一下反贼的桃桃子 或者是 哎 这一轮总能打死一个吧 感觉 好 我们看一下啊 那么 这下的话 这个飞军啊 王瓶这个技能也是非常棒不错 大家看一下王瓶有性技能的 王瓶 王瓶的技能 你要是不熟悉 给大家看一下技能 啊 好 这个时候 主中方可以啊 当然 主中方现在打了一个反贼 但是依然任重到远 因为那个孙权已经状态很差了 其实这一环来说的话 你只能祈祷反贼这个 好 因为那个啥 你只能祈祷反贼 那个沙漠科那边的牌不硬的 如果沙漠科牌很硬 孙权直接没了 因为沙漠科如果要是过牌很大的话 你只能祈祷沙漠科这个 哎呦 这一下的话 还真是啊 这个拆真神啊 如果这个挂起来 那这个孙权可能孙权没了 感觉啊 这个只是神差 绝对是神差 不解释的神差 而那个无限在我们自己手上 真的是这个生死一瞬间 其实我感觉第一轮的标题 放在这一轮可能更合适一些了 主中方艰难的把这个孙权给他拉了回来的 这真的是这班全部的三个中文都在都在给孙权 那个啥呢 我就不说了 刚才那个联组如果没有拆掉的话 估计赢了 反贼应该赢了 沙漠科这个手上多过就过牌 好 然后大家这就是那个调查的技能闭约的啊 这个过得漂亮啊 这个天过也是神迹啊 天过神迹不解释 天过神迹不解释 他们沙漠科 沙漠科哇 这个时候有一个桃子留白 但是感觉沙漠科这把真的很不给力啊 我感觉沙漠科真的很不给力啊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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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的那个 一个桃子狗来耍什么牌啊 感觉这个 感觉什么牌 我感觉是有 是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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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的感觉 好 呃 我们看一下铁索连环杀一刀 那么漂亮 这个又是没有过出来 因为他这个 他这个没有是非这个技能的 他只有一个技能击攻 不然的话 他可以通过 如果真的过度旁击的话 其实这一版 我说句实话 我感觉能够持终到现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因为沙漠科手牌质量不行 沙漠科如果手牌质量高 啊 那这一版的话 你看桃子都在我们这边 他反正没摸桃子的 反正桃子都在我们这边 当然我们这边 像王平之夜也有过牌 我们元素过牌量也很大 呃 这一盘来说的话 那个 倒也不能完全说 说我们这边就就怎么样 因为我们元素本身也有这个过牌的 而且现在 这个 位数无群都在 对吧 这个我们自己本身就是群的嘛 所以说 还是可以那个大雍四的嘛 大雍四的 是二 但果然他是内阶 这一盘感觉来说还是一次这个 呃 就是说那个真正意义上的敖战的 双方 我觉得这种局的话 打成这样的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好的 那天没办法 那天必须控了 那天必须控 这一家的话 呃 打死一个 现在进入主中内反 好 当然这时候要搞元素 当然我们肯定要活着的 我们肯定APL来 这一把主中帮 这个判定很给力的 判定很给力 好 乐不思熟 好 右排 这样肯定留桃子 不解释 玩元素嘛 因为以前元素没有作为主视角 主要就是说你要控制一下牌 因为你要丢的嘛 这个你要丢牌 所以那个 有些牌是可以那个 可以留一留 像桃子肯定要留的好 这个扎拳 现在好像活过来了 杀 那么我们继继续挂起来 然后丢的 哇 漂亮啊 这一把的话 这个 这个 当然那个狮子 狮子留了他也无所谓了 我们这一下 这是 负数啊 就保充分保证孙权一定处于一个安全的状态 就算上方个爆发 我们也跟孙权留了足够多的这么一个一个装备了啊 冰凉吞断 那这个时候 你可能也要稍微输出输出吧 就比较你不要只是留桃子的话 你可以稍微输出 对这个伤暴和输出一下 好 然后顺手牵羊 决斗 好 然后薄荷拆桥 然后杀一刀 然后的话 挂起来 这地方 哇 够拼的 这个就 他的三个桃子一个都不吃的 这个元素 亲力为国啊 算不 他真正为了孙权啊 孙权你敢不敢动 我就问你一句 孙权你敢不敢动 咱们这三个桃子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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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在手上呢 保证你死不了的 对吧 呃 那个 看一下曹植 曹植也被卡住了距离 有也打不了 他有人王敦的嘛 好 杀一刀 然后 曹植这要有旧张勒不思蜀 然后 我们丢牌 哎 这地方 他 我丢了一个桃子 留了一个这个 那那也没办 那牌不够的 你要吃个桃子的话 你也要丢 所以他这个 他这段不是望着吃桃子 他是要留着一个无蟹在手上 那桃子也能丢 而且本来也需要丢那么多牌的嘛 这个加血马肯定是不能丢 因为他要卡这个曹植 不然曹植是要对我们进行攻击的 那打到这个样子 这一盘应该大局已盯了 感觉大局已盯 这一盘 因为我们 元术这个能力还是在这里的 尤其到后期 这个过六张牌 元术这个后期能力 实在是过于强大的 元术这个 后期能力确实是非常非常强大 好 这家打掉了 然后的话 没有打掉 那么吃个桃子 然后就这样 丢 因为现在孙权已经 状态已经 已经恢复起来的 这一时候的话 那个杀 好 看一下沙默哥 沙默哥打完了最后一个子弹 那么 桃子只有一张牌 这个时候 这个人头应该是收钉了 杀一刀 好 那么打掉 这时候的话 他作为一个内奸 他估计想撕 估计也撕不了了 因为有这个人王盾在的嘛 有人王盾在那个 好 勒布斯鼠 漂亮 孙权这个时候也是 再说这个本来就是高手局的嘛 都是二百级的 所以这一下这个不错啊 那么这一下应该是大局一定 就我们元术一个都够这个曹芝啃了 而且我们这玩意的嘉义码 对吧 死死卡住了距离 绝对是神嘉义的 好 今天的精彩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